我們看第七題 它說將一個焦距 焦距是5公分的這個透徑 把它弄成兩半 讓它相距是0.1公分 期間以不透光的物體遮住 這個用不透光的物體遮住 近前10公分的地方 有一個點光源 波長是5000A 則在近後 一公尺的地方 干涉條紋間隔是多少 這怎麼做 這個點光源 經過這個透徑 形成的像在哪裡把它找出來 這個點波源經過這個透徑 形成的像在哪裡把它找出來 然後呢 這兩個 點波源的像是同像 因為它是同一個點波源形成的 那這兩個可以把它看成是點波源 這兩個點波源的話 在這裡會形成干涉 現在問題是說 這兩個點波源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就用成像公司算出來 那成像公司算出來的話 這個點波源對這個透徑而言 它是從中線 往下移動 這個距離多少 距離是0.05公分 這距離是0.05公分 這是0.05公分 這可以看成什麼 看成說 這個點光源從這裡移動到這裡 那移動到這裡的話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看成是霧場 那 那霧場的話 你算出來 算出這個 相距以後 你可以算出它的放大率 然後你再把它乘一個放大率 就知道點光源的位置 點光源向的位置 好那我們現在來 來這個 球 這個向的位置 就P分之1 P的話是10公分 加上Q Q分之1 等於F F的話是 五分之一 所以Q做上來 Q的話就是10公分之1 10公分之2 10公分之2 減10公分之1 等於10公分之1 所以Q是等於10公分 如果距離的話 這是10公分 距離也是10公分 10公分 所以放大 倍率是一倍 如果這裡是0.05公分的話 這裡也會是0.05公分 這裡是0.05公分 同樣道理 同樣道理的話 他的向 這邊的向 經過他 折射以後 呈向在這裡 呈向在這裡的話 這個距離也是多少 也是0.05 所以這兩個點光源 他的距離就多少 中間是0.1 就0.1加0.05 再加0.05 所以 這個兩個點光源 相對 他的那個相對距離 就變成0.2 0.05加0.05 再加0.1 所以是0.2公分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題目就變成 變成說 兩個點光源 他相距是0.2公分 這個D是等於0.2公分 然後在後面的螢幕上 螢幕上的話 現在距離多少 距離是 這個是900公分 為什麼 沒有 90公分 因為這距離是10 這距離是100 100.10的話 就等於90 現在是R 我們是等於90公分 好 他現在要算什麼 算這個data wire 他問什麼 他問這個 甘涉條紋間的距離 甘涉條紋間的距離 就是data wire data wire 這個是b溫子R 那現在d是0.2公分 R現在是90公分 lanta是5000i 5000i是5 乘以10的30萬i 那1i 那1i是等於10的580萬公尺 580萬公分 講錯了 所以算出來答案是公分 9545 這個乘以10的4.5 就是這個 乘以10的2次8 就是4.5 乘以10的2次8 再加3次8 減8次8 再加1次8 算出來是公分 所以4.5 所以4.5 乘以10的多少 3456 6減8 等於乎2 乎2公分 所以答案的話 看看 咦 這個多少 這個怎麼會是2.2 0.2 喔 這要把它除以0.2 這剛沒有除0.2 450 我再把它除以2 所以這是 4.5 除以2 是2.2 這應該是2.2 這450 再除以2 就等於 2.25 乘以10的2次8 再加3次8 減8次8 這個有一個0.1 0.1 就是變成10的1次8 所以這應該是2.2 4.5 除以2 是2.2 2.2 應該2.25 乘以10的 乎2次8 公分 等於多少 等於2.25 乘以10的 乎4次8公尺 這個就是答案